我不想下棋 我不会下棋 真是的 我想当厉害的西洋骑手 但没人陪我练习 布丁 我们可以去找其他朋友 来跟你一起下棋啊 一定能找到贵的人陪你下棋 太棒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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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愿意跟布丁下棋的朋友 是凯特 凯特 你为什么只移动小马而已 那个棋子叫做骑士啦 我只想动最漂亮的棋子 张军 凯特你输了 那又怎么样 反正又不好玩 下一个对手是雪墨棋 我想用黑色的棋子下棋 哈 士兵被我吃掉了 骑士我吃掉了 再吃一个士兵 张军 我又赢了 我输了 原来要找到好棋手一起玩 不是今天 我要走这里 不对 这里 这里好了 或是这边 抱歉 我想动另一个棋子 你的主将被我吃掉了 什么 我很喜欢那个拳的棋子 不玩了 终于聪明的达特来跟布丁一起下棋 其实我从没下过西洋棋 什么 我还以为你是西洋棋专家 所以布丁向达特说明每个棋子移动的方式 为什么马只能这样动呢 不能让他奔跑吗 为什么国王一次只动一格 皇后去可以随便移动 因为这就是 抱歉 这又不适合我 没人陪我练习 就没办法成为西洋棋冠军 也拿不到奖杯了 奖杯 记得吗 爸爸书房的架子上有个西洋棋奖杯啊 对耶 我想爸爸一定很会上西洋棋 从这里 将军 吓得非常好 布丁 怎么一次就输了 你是冠军耶 还有这么多冠军奖杯 你们误会了 那是妈妈的 在她是学生的时候 经常下西洋棋 还赢了很多比赛 我有个很棒的点子 马上找妈妈来下棋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耶 好厉害哦 哈哈哈哈 爸爸虽然是西洋棋冠军 可是他是甜点大师哦 好 洋棋 好 鬼了 最后布丁终于找到强劲的对手 爸爸也为下午茶 想出了美味的新甜点